你们见过身上会绽放樱花的人吗 在日本就有这样一个异己 只要一发热兴奋 身上就会出现一朵朵粉色的樱花 这是山田屋最受欢迎的妓女 客人们一掷千金 只为了看她皮肤上开出的花朵 但是人身上怎么会开花呢 这一切源自于母亲的恩赐 年幼时经常遭到被母亲虐待 致使她身上留下许多烫伤 从那以后 只要她的身体一发热 肌肤就会显现出红色的斑点 俨然一朵绽放的樱花 在她七岁时 母亲去世了 她只能终日在外乞讨 因为身体上能出现印记 被吉田屋的花魁物理收养 也成为了一个游女 物理被商人赎走之后 赵雾当之无愧成了 极元最出色的游女 尽管赵雾游走在 形形色色的男人间 但这十几年 她从不曾对任何人动过心 牢记着母亲给她的教训 母亲就是因为被男人抛弃 才沦落到悲惨的下场 所以她经常对其他姐妹说 男人的嘴就是骗人的鬼 喜欢男人不如喜欢大猪蹄子 这天她和姐妹一起逛街 拥挤的的人流中 两人很快就被冲散 赵雾被撞倒在地 脚上的木鸡也被拥挤的人群踢走 她个子娇小 没人注意她的存在 赵雾一时间感到自己是那么无助 人来人往却无人在意 这时 一双有力的手穿过她的膝盖窝 将轻巧的她一把暴力人群 这是一个年轻温柔的男人 她将赵雾抱到屋前的台阶上 观察到她少了一只木鸡 便主动提出帮她去找 找到后细心帮她穿好 男人名叫半次郎 是个来自京都的染枝匠 巧合的是赵雾脚上颜色独特的木鸡 正是她染的 接着她观察到朝外手腕上的伤口 便十分自然地为她清理 她善良正直的模样 让赵雾回去之后 都忍不住回味这刹那的相遇 男人的所有行动都发乎情指忽理 这让一向被鄙雾的赵雾受到触动 第一次体会到被人尊重又呵护的感受 第二天天蒙蒙亮时 赵雾来到之前摔倒的地方 寻找丢失的发簪 没想到这次她又遇见了那个男人 两人都对遇见对方很诧异 赵雾亮出手里的发簪 说自己是来找这个的 男人接过已经断掉的簪子 夸赞千牛花的样式很别致 千牛招生目死 是为了一次花开线上一切的美 赵雾听了若有所思 而看到发簪的一部分断掉了 半次郎说会为她修跑 约定三天后同一时间再来这里去 回到妓院后 赵雾在柱上刻下三日之约 她从未觉得三日如此漫长 可在第三日 赵雾为了安慰失恋的姐妹 错过了跟半次郎约定的时间 她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 却陡然看见半次郎 跟别的女孩拉拉扯扯 赵雾的心破碎了 刚刚燃起的对爱情的希望 转眼化作泡影 她回到妓院里无心皆可 躲在三田屋里颓废衰败 但老板娘撇下一句 不张开腿就别想吃饭 几日后商人吉田来到妓院 她是个大客户 而且就是熟走屋里的人 点名要求赵雾做陪 原本内心波澜早已平静的赵雾 在宴席上再次见到半次郎 两人互相不说话 眼神的交流却格外炽热 今天老板发现端倪后 决心找些乐子 于是就当着次郎的面 开始玩弄赵雾 他强行把赵雾抱在自己的腿上 扒开了他的衣服 露出情动的樱花 而且是当着半次郎的面 赵雾心若死灰 半次郎看着赵雾这样受辱 眼神里全是愤恨和心疼 想要上前阻止 被老宝强压下来 受到凌鲁的招募 又去到了第一次的小木屋 他不敢期望对方会接受自己 但又渴望得到心上人的接纳 即使知道了自己是不堪的游女 依然遵守两人的约定 半次郎真的再次出现了 他递上了修好的发灾 沉默不语 转身离开 突然招募崩溃般地求半次郎不要走 半次郎也显露真心 紧紧抱住了他 两人进了木屋倾诉心事 说起了自己的身世 母亲被抛弃后 自己不断被家暴 身上所谓的开花 不过是烫伤后的痕迹 他弹起了自己的梦想 希望能举行一次花魁游行 那时候自己不再是被男人随意挑选的 即使那份尊严很短 也是属于他们游女的光荣 半次郎也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自己亲姐姐被逼为常 留下他独自一人 他一生的愿望 就是为自己心爱的人亲手做和服 并一同游街 为了穿上他亲手制作的和服 招募回到花楼 满怀对未来的憧憬 只要再有一年 他就可以和半次郎 逃出这个痴人的地方 改名换姓 过上平静的生活了 可命运不给他一点希望的可能 吉田要给招募赎身 还故意带来了一条信息 半次郎要和他的远方表妹结婚了 也就是上次街上的那个女人 招募心灰意冷 觉得身子都麻木了 也就答应了吉田 原来是吉田不满半次郎那天的脸色 决定给他一个教训 命令半次郎娶了自己的表妹 半次郎声称自己有了爱的人 也毫无作用 然而在结婚前 半次郎悄悄找到招募 告诉他原来自己是物理的弟弟 物理被吉田带走后 不久就无缘无故死去 半次郎觉得是有蹊跷 才特地来接近吉田屋 他希望朝雾能等一等 事情结束后就和他一起远走高飞 于是婚宴上半次郎不断向吉田灌酒 知道了真相 原来他赎走的都是拿来做生意识赔酒的 玩腻后就赶到街上 让他们自生自灭 听到真相的招募忍不住跑出来 告诉他自己不愿再赎身 可吉田屋哪能同意 他掏出招募的卖身器 将气急了的他推倒在地 接着居然想当着半次郎的面羞辱他 半次郎又气又恨 看着绝望的招募 居然拿起筷子冲上前 将吉田屋三两下就解决掉了 事情发生得过于突然 朝我反应过来后 立马邀请半次郎要他快逃 半次郎也没有多想 当即真的走了 不久之后 半次郎的通缉令就发了下来 朝五经常去相遇的地点等他 可所有的念想终究只一场空 直到一个小孩拿了一张纸条 是半次郎写的金丸子时在此等候 夜晚 朝五如鱼而至 他终于再次见到半次郎 半次郎拿来了一套染了很久的 他知道朝五最大的心愿 是走一次花魁道中 因此特地来圆他的梦 他为心上人穿上繁复美丽的和服 破败的小屋在两人的幻想中 变成了落英缤纷的华丽小镜 朝五更是美得光耀夺目 半次郎眼神痴迷地看着这一幕 两人深情凝望彼此 煞时间都忘了外界的危机 两人在小屋中不停地抵死缠绵 仿佛要用身体铭记彼此一生一世 最终半次郎还是被官府捉住 叛逸斩首 朝五也被投进大牢 八斤为他带来了半次郎的绝比性 几天后朝五出狱 又回到了积天屋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一天他笑着问八斤 八斤说 他拿着半次郎的头发 跳入河中 如果不曾遇见光 那么或许朝五能够忍受黑暗 但那个能带给自己希望 和美好的人走了 他又怎么能继续忍受黑暗 生不如死地活着 朝五在最美的年华 遇到深爱的人 爱人也为他完成了 花笑道中的梦想 朝五已经绽放了最好的自己 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爱情 所以他无怨无悔 宁愿怀着最美好的记忆 追随爱人而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